即将为大家奉上的是今天的第六场 国产三岁纯旋马系列常规赛1200米的比赛 本场比赛原定有13匹马上赛 现7号马潜力之星一张退赛 所以现有12匹马出赛 其中有8匹公马 4匹母马 分别为1号马东风五妖 2号马永强传承 3号马石六 4号马燕春风云 5号马小太阳 6号马新东茉莉 8号马玉龙法宝 9号马隐形战士 10号马玉龙精致 11号马龙胜摘星 12号马满江红 13号马兵贵神速 1号马东风五妖 来自中国的三岁绿色公马 骑师陆真济 练马师刘二端 马主陆游通马业 富邦56公斤 位于1号闸 2号马永强传承 来自中国的三岁绿色公马 骑师黄十号 练马师陆汝文 马主李勇 富邦56公斤 位于7号闸 3号马石六 来自中国的三岁绿色公马 骑师何显飞 练马师牛文广 马主吴海勇 富邦56公斤 位于6号闸 4号马 验春风云 来自中国的三岁贺六色公马 骑师马连凯 练马师罗仙科 马主赵春 富邦56公斤 位于13号闸 5号马 小太阳 来自中国的三岁绿色公马 骑师阿和特列克 练马师四日古愣 马主邓雨飞 富邦56公斤 位于5号闸 6号马 新东茉莉 来自中国的三岁绿色母马 骑师初一 练马师张瑞瑞 马主曹惠明 富邦54公斤 位于9号闸 8号马 玉龙法宝 来自中国的三岁绿色公马 骑师田园团 练马师何祥兽 马主玉龙马业 富邦56公斤 位于3号闸 9号马 隐形战士 来自中国的三岁绿色公马 骑师张强 练马师何一鹏 马主玉龙马业 富邦56公斤 位于10号闸 10号马 玉龙精致 来自中国的三岁绿色公马 骑师麦尔梗 练马师四日古愣 马主玉龙马业 富邦56公斤 位于8号闸 11号马 龙胜摘星 来自中国的三岁贺六色母马 骑师黎龙昌 练马师黎龙昌 马主马赫 富邦54公斤 位于2号闸 12号马 满江红 来自中国的三岁六色母马 骑师田兴华 练马师许富强 马主玉龙马业 富邦54公斤 位于11号闸 13号马 冰桂神速 来自中国的三岁六色母马 骑师程智杰 练马师罗仙科 马主万红尾 富邦54公斤 位于12号闸 闸门打开 比赛开始 这是一场12匹马 接近满闸的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排位情况 那么目前排在本场 比赛第一位的 就是可以看到 是4号马 燕春风云 一个马身之隔 的是2号马 永强传承 在后面 3匹马并驾齐驱 分别是11号马 龙胜摘星 和8号马 隐形战士 以及12号马 满江红 但我可以看到的话 是小太阳 还有新东茉莉 冰桂神速 暂时垫底 可以看到 是9号马 隐形战士 和10号马 玉龙精致 马匹现在要过 第一个弯道了 排在本场比赛 第一位的 依旧是玉龙 汹涌的孩子 由马连凯测骑的 燕春风云 一个马身之隔的 就是永强传承 这匹马 也是一点一眼的 追了上来 然后就是12号马 玉龙汹涌的孩子 满江峰 位于内栏的 可以看到是8号马 玉龙法宝 现在马匹 要开始过 最后的弯转直了 究竟谁先出弯 4号马 燕春风云 率先出弯 然后我们来继续 看一下后面的 马匹就在追 2号马 永强传承 是一点也不让 两匹马现在是 竞争的非常的激烈 但是慢慢的 燕春风云 已经和后面的马匹 已经有了一点点距离 差不远是领先了 一个马身 后面的马匹 也是在追在梗 现在唯一的速度 要将近的 就是2号马 永强传承 一点一点的 追得上来 现在呢 还有是半个马身 现在两匹马差距 不是特别的一样 我们看到的是2号马 永强传承 好 我们来公布一下 国产三岁纯旋马 系列常规赛 1200米的比赛成绩 第一名 永强传承 骑师皇师号 练马师陆汝文 马主李勇 最终成绩是1分14秒13 第二名 燕春风云 骑师马连凯 练马师罗仙科 马主是赵春 最终成绩是1分14秒18 第三名 隐形战士 骑师张强 练马师何一鹏 马主是赵春 就是御龙马业 那么它的最终成绩是 1分15秒47 让我们恭喜获得 前三名的骑师 练马师 马匹和马主